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屏 市面上有很多底妝的產品呢 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選擇 有粉底液 有氣墊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如何選擇 這一集就來告訴大家 它兩個的差別是什麼 我今天呢 是想要打造一個什麼樣的妝容 甚至是我今天的時間大概有多少 就會讓我是選擇說我今天要用的產品是什麼 現在手邊呢 有兩個我經常蠻在用的產品 一個是粉底液 一個是氣墊 粉底液呢 上妝的話是需要比較多的技巧 上妝的時候啊 要怎麼樣去 讓它可以更服貼 甚至更均勻 但氣墊呢 基本上它就是 拍拍拍拍拍就可以馬上的就是化完妝 所以你會覺得 欸 氣墊好像是比較快的選擇 但我趕時間的時候我就會使用氣墊 那這兩個的妝效 其實也是蠻不一樣的 像氣墊的話 比較適合皮膚狀態比較好的時候 氣墊基本上它上出來的妝呢 會比較輕薄一點 比較透一點的 所以它的遮瑕效果會比較有限 粉底液它的妝感會比較霧面 也會比較稍微厚一點 所以它基本上的話 遮瑕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大家可以根據當天的情況來決定說 你今天是要適合用什麼樣的底妝 比如說用氣墊啊 或者是粉底液都可以 我等一下呢 會上一次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所謂的氣墊跟粉底液的一些差別 先上一下氣墊 放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氣墊很簡單呢 它裡面就是會有一個 所謂的氣墊粉撲 那我們氣墊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可以稍微按壓一下氣墊 然後用拍打的方式拍在手上 那它可以少量多次的疊加 那它看起來呢 就是會比較透一點點 然後細緻一點點 它的遮瑕效果會比較有限 因為它是水光的 所以它的持妝效果呢 可能就不會像粉底液這麼的好 定妝會變得比較重要 我個人是覺得像我自己夏天會比較不喜歡用氣墊的原因 是因為夏天呢 我們都會流汗啊 出油啊 氣墊的話 它的持妝效果會比較有限一點 粉底液的妝效會比較霧面一點點 它遮瑕效果會比較好 然後我這邊一樣呢 會上一下 就是讓大家看一下它的差別 這就是粉底液的感覺 你就可以感覺到它剛才跟氣墊的差別 它的話就會比較有妝感 那妝感會比較霧面一點點 那遮瑕效果會比較好 當然它的持妝效果也一定會比氣墊還要來的強 氣墊呢 跟粉底液呢 兩個妝容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這個可以根據你當天想要化妝的效果跟狀態呢 去選擇適合你的產品 每個人呢 都可以選擇自己比較適合的產品之外呢 也會選擇自己比較適合的膚質 跟你想要的狀況來做一個好的選擇 今天就簡單介紹這兩種的差別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歡迎幫我分享喔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呢 請留言給我 掰掰 unses Queensland 包括宮城市上面 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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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